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什么抱着冬瓜 因为想要学冬瓜茶砖贴补家用啊 是哦 OVER 心里想 天这么黑 风这么大 人这么懒 到底要不要回南部老家过中秋节呢 于是打电话回家给妈妈 妈妈担心OVER旅途奔波 所以说不用回来 没关系 然后OVER就真的没回去了 社长 难道你不知道 当爸妈说没关系的时候 就是有关系啊 然而留在宜兰的OVER 接下来就目睹了另一对父母心碎的画面 那是小煎蔬菜的凤梨妹妹 中秋节过得比父母还高规格 小阿姨带她去新加坡玩 在机场送别时 凤梨妹妹居然对着已经准备好 要离情依依的亲生父母贤惠和应得说 你们快滚回宜兰啊 让阿布的心碎满地 阿爸的心烂成泥 社长劝第一次种菜就失败的贤惠 菜种出来是要吃的 小孩养大就是要独立的 但是才四岁就这么独立对吗 他会有多幸运 我都不买了 活动快报 农田里的科学计划林芳怡休假 邀请大家来参加农田生态工作坊第三课 趁吉兰的天气压没干细细 做回来试试的餐里 听见到的两栖爬虫动物 先说了解这些生物跟我们农夫 以及农业之间的爱恨情仇 邀请的江苏是 迪文杰森师池文杰老师 一是鸟类两栖爬虫 动物调查的专家 时间就在9月22日 下星期会播3点开始 地点在小间蔬菜 往浦门医院这户近的农产 名额有限 那是其他农村的朋友有幸述 也能够报名 只不过现在只出国名额 上次资料请广场看 农田里的科学计划 FB粉丝专页 还有一个富裕最重要的活动 就是缅仔 9月18日 在宜蘭的松原小屋 被基盘第一点 Open Mic 咬人麦克风 一般3点开始 大家不管是要去电材 他才是要去看老子 会记得共襄胜局 大手牵小手 再会来跟美国女孩雪清 基本的这个话中 忧愿一下 现在听到的就是 雪清教大家 爬起来 真好用的这首歌 Sitting here on this lonely dark I watch the rain play on the ocean tops All the things I feel I need to say Can't explain In any other way I need to be bold I need to jump in the cold I need to grow older With a girl like you I'll finally see you And naturally I want to make it so easy When you showed me the trut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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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d rather be with you I'll say you want the same thing too Here's the sun Come to dry the rain I will my shoulders And relieve my pain You're the one thing That I'm missing here With you beside me I no longer fear I need to be bold I need to jump in the cold I need to go Hunt it with a girl like you And finally see You are naturally I want to make it so easy When you showed me the truth Yeah, yeah, yeah I'd rather be with you And say you want the same thing too I could've saved so much time for us I had I seen a way to get to where I am today You've waited on me for too long So now Listen to me say I need to be bold I need to jump in the cold I need to go Hunt it with a girl like you And finally see You are naturally I want to make it so easy When you showed me the truth Yeah, yeah, yeah I'd rather be with you I say you want the same thing too Say you feel the way I do You are listening to Mimi Jin 我爱山沟 This is Stanley Lit 今天到我爱山沟 节目现场的是 李光平李大哥 大米一直在犹豫哦 我到底是要用台语好 他才是用国语好 啊结果呢 Date 卡丁 你看我现在就用台语 我卡丁 让李大哥 要跟他 邀请 说要来拜訪的时候 李大哥听了没三句就跟我說 没关系 你用国语就好 没关系 我就有一种马上被阻止的挫折感 欢迎李大哥 嗨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光平 李大哥 你为什么要在听不到三句的时候 就叫我用国语 不要再讲台语 嗯 这要还要解释 听得出的你平时 台语平不真是说 所以我就要认识说啊 这样哦 好 但是不是你听得太痛苦 所以你跟我说 没啦 我是怕你说不算而已 不 主要在在 请到李大哥 我们因为 想说做我爱深沟节目 当然对这个深沟水源地 就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 大名就一直很好奇 所以有一次卡丁 就要问说 我们这个深沟净水场 以前叫做深沟净水场 现在是水源生态园区 要请教说这个地方是不是 有了解的机会来做故事 进一步的理解啊 认识水文啊 生态这些 结果在地的生态园区的员工 行政人员就马上给大米推荐 我们最资深的志工老师 李光平老师 哇 然后就觉得李老师 李大哥好耳熟哦 其实你是一个对我们深沟来说 你是在地人 是 不过你也是出去一陣子 是 最近 十年前回来 十年前回来 在教育这个水源生态园区做志工 是你是最早那一步 最早那一步 对 九十八年代 为什么那时候想要参加 第一步说要应征水源生态志工的时候 你就注意 那是一个机缘巧合 就是因为我去欧油炒 我本地 刚回来的时候 在我各个餐厅到三天 每天在宜蘭大学经过 看到很多年轻人手拿一杯饮料 电视不是在报这个死案的问题 说这个饮料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东西 包括有毒奶事件 有那个说话剂的问题 我在想说 我回来宜蘭主要是大人聚会 也因为想要让孩子回来 跟我有同样的童年 让他们回来 我希望他们健康 希望他们快乐 但是如果在小孩大后 同样要像他们吃到不安全的饮料 我心里很难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就去 想要接受更多人介绍 我们的亚生的特务 相关的地益 我希望在我们在地 可以找到很多特务 可以来做饮料的来源 开始要研究 所以那时候去千里光药园 接受到有差的相课 其中有一个训练科就来到千里光药园 这些总部主任跟他们的经历有在跟他们说 他们刚开始来聚会这个志工队 希望我们有人有幸福可以来参加 我想说我住在附近 过去做小孩时就听到说 这堂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他们以前都在这堂 这堂买这堂买两堂买 我以前想要买买就不可以买买 现在做志工不但自己会买买买 而且如果朋友来 我们还可以因为有导览志工的身份 我可以在家买买买买买的地方去看 变成私房景点 好像很有生效感 所以我一生就带来参加 那也是我人生第一个参加志工的所在 你说到小孩时 对深沟水源区的印象是神秘感 非常神秘 因为里面都是穿鞋 然后外面都是替山蚊园 對 所有人不能放在裡面 有什麼幾個月 水源種地 閒人誤入 外人不可進入 像像軍事用地一樣 我想想也有得力 因為在我們家的基因吃水 水源頭在這裡 如果土油放下去 那些就都會討厭了 所以確實有必要去把它保護好 這個水源地方 只是他腹地有多大 在小時候你小時候感到的神秘感 對想像他的大小 他可能在唱什麼都沒有想像 但你真的走進去的時候 你會記得當時的印象是什麼 事實上我自小時候 我小孩子也討厭一次 過去也都聽過很多 裡面有白龍獅蕉 然後爪也很多 人也說很大顆 魚很多 魚都很多 都聽過 但是自己想要進來一窺就近 小時候正經循著水道偷跑進來 可是裡面真的是陰深深的感覺 外面陽光很大走到裡面陰深深 所以我其實走不到20公尺 我就又跑出去了 害怕到還是趕快逃走 一個人跑進來 對一個人跑進來 所以真的會怕就出去了 可是當你長大了 你真的想要加進做志工的時候 那時候去看見到的情形是什麼 在10年前 那時候已經裡面有三分之一的 腹地都經過人流的干預過了 裡面也有很多人工的設施 沒有像我當小孩所看到那片的黑深深的森林 現在流下來原始林其實有大部分是沼澤地 沼澤地沒有辦法長出高大的樹木 開始當志工認識這個園區 為什麼那志工一當就是10年啊到現在 這有什麼精彩 講到這個我其實非常的感恩 一句話一直在我心裡面 我覺得分享可以得到加倍的祝福 這句話在我心中一直讓我覺得是真的 因為來到這裡面之後 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分享給遊客 那所有來到這邊的人 我們都當做好朋友去把這個地方的好 那也把這個地方需要推廣出去的 自然生態保護的部分讓民眾理解 把台灣的山林保護好 我們就有好的水資源 把這些東西不斷地在介紹的過程當中 其中有一天 某個地方的旅市長 他在裡面我不知道 他聽完了之後 他覺得很有興趣 又回去找他老公來聽一次 然後兩個人決定了 要請我去他們那邊當講師 那第一次跟我講要四個鐘頭 我有點擔心 因為在這裡面導覽只有兩個鐘頭 兩個鐘頭我都戰戰兢兢 覺得說自己講的不夠好 可是他要我去他們的班上 講四個鐘頭的課 我說我怕我不行了 他說他很有把握 因為他聽過我的解說 我才知道他曾經進來這裡面過 然後我準備了三天 結果去真的是我講不到一半 準備的東西太多 後來就成為他們那邊正式的講師 一直到現在 變成我後來 這幾年有穩定的收入 其實是從來這邊 開始做導覽 有的 算是也把專業 把興趣 結合在工作裡面 是 非常感恩有這樣的機會 可是在這之前 你的人生 過去之前的所學 本來期待很可能做的事業 或者是發揮是哪一個領域 很不一樣嗎 老實講 人生走得很猛猛東東 一直到回來到宜蘭 其實我都還不知道 我這個人生到底要往哪邊去發揮 但是從我當志工 開始我知道 我可以對社會有一些貢獻的地方 然後我很珍惜這樣的機會 我記得你好出過車禍 回來宜蘭是要照顧媽媽 等於是說在一些後天條件上 也是很多羈絆的啦 但是你還是選擇關心生態環境 然後選擇當志工 所以很幸運是遇到了 還可以有個工作這樣 但你同樣生活在農村 這個深溝村長大的孩子來講 你們家是不務農的喔 我們家有巴黎地 不到一分地的土地 所以要靠農地來維持生活 很有困難 那一年我跟賴清松 在深溝國小遇到見面的時候 他就曾經邀我跟他一起 從事友善的農業 我跟他說我只有巴黎地 恐怕沒辦法做到 那也因為那次跟賴清松 那個接觸之後 我認識了很多深溝地區的小龍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 非常感恩這一批人 因為這一批人到農村來擾動了 然後讓更多的人去思考 過去的做法 未來還可不可以這樣繼續做 是不是要轉變 他們來跟你有 剛好你自己心裡頭那個 比較內心深處很在乎的東西 有連結 有是 可是你怎麼觀察這一些變化的 我83年84年回來的時候 看到農地重化 把整片我小時候看到的地景 整個全部毀掉 重新再鋪設 那個棋盤式的柏油 然後棋盤式的水浸 水渠 那我眼淚掉下來 我不知道說那個道理原因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我的童年畫面不見了 我很傷心 後來跟青松他們接觸之後 我更深一步的去認識生態之後 我才知道 很多東西這樣毀了之後 就永遠毀不來 為什麼後來螃蟹不見了 為什麼後來野薑花不見了 桂鳥不見了 都是跟那一次的土地重化有關 都是我們貪圖眼前的方便 然後沒有考慮到整個地球上 生物多樣性他們的需求 只考慮人類的需求 導致後面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83年那個印象讓你那麼深刻 後來在我們好像共同回憶起 兩年前的農地農用 那一波的算是宜蘭在地這邊的一個社會運動 可以這麼說 那一次李大哥你也是默默參與了 我曾經參與了會好社區的一個地景的 那個社區規劃的工作 做了一個廢水變薪水這樣的一個基地的建設 因為那一次的建設讓阿寶來找我 那阿寶找我說希望能夠參與那個守護宜蘭工作坊 去關心農地那個蓋農舍的議題 去關心那個家庭廢水污染農地的事情 所以我就加入了守護宜蘭工作坊 跟結交了很多好朋友討論那些事情 那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所以我能做的其實有限 我只是把一塊地把它上面用割草局割出了一個農舍 寫上一個NO 就是你喔 是我寫的 那一幅畫是我做的 有很多記者來空拍機 那次最大的新聞畫面 就是用農地的NO那個字 我自己其實也從這個過程當中慢慢去理解到 農舍到底對整個宜蘭地景有了什麼樣的影響 那這一些農舍的廢水到底有沒有影響到我們的農地 我才發現到原來深溝會好 七賢真相這幾個村沒有單純的排水溝 所有的排水溝都是灌排兩用溝 因為他們全部到了大排之後呢 又分了一條分水溝給宜蘭市的凱旋地區 建列社區 以及在後面的美孚地區 新南地區 這一些農地的灌溉水 事實上都從我們這邊的排水溝排出去之後 分出來的分水溝 也就是在深溝的醫院 在深溝的工廠餐廳 百姓的家裡面 所有的廢水都有可能有一部分會流到農田裡面去做灌溉用 那這樣的現象我發現其實也不是只有我們這裡這樣子 可能在更多的地方都有共同的相同的問題 我覺得這些問題必須被更多的人理解知道 知道了又怎麼樣 知道了就會重視 那有更多人知道就會有聲音出來 那為政者他才有一個後盾說 我有這些壓力我必須這麼做 這種灌溉跟排水是合在一起這種事情 李大哥你是後來才知道的 後來才知道 我相信有很多的人他自己家裡面的水排到哪邊 他們其實並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排在排水溝 可是他不知道他的排水溝是否直接到大海 或者還會再拿去做灌溉用 其實我就認為說就算直接到大海也是污染的海洋 那我們還要不要吃海洋生物 我們竟然這樣子污染我們的海洋 我想到剛剛李大哥你提到 跟賴清松大哥他務農 然後雖然你沒有務農 不過你們生活在同個村子 一樣都關心生態環境 那你在觀察這種友善耕作的方式裡面 對環境以你這麼認識深溝的水溫 過去跟現在來講的話 看小農的耕作方式跟灌行農法耕作方式這些 通常會特別在意什麼事 這些年來櫻火蟲有回來一些 然後當然農藥跟除草劑是一個最好 最容易做比對的就是灌行農法會使用農藥使用除草劑 所以很多害蟲的天敵也是跟著不見 但因為有更多的友善小農的加入 所以這些害蟲的天敵還是不斷的會出現 所以他間接的其實讓這一些 雖然他用冠行農法 可是他們家的田地的害蟲數量其實是有在減少的 所以在使用藥的時候 事實上是可以比以前更減量 如果他有注意到的話 他沒有注意到可能還是習慣上 過去用多少量現在還是用多少量 可是實際上害蟲的數量是減少的 水的部分的影響呢 因為我一直很好奇 像是深溝水源區 就光是這個名字 對我來講我覺得好神聖喔 水的部分呢 在拉是比較容易看得到的 因為通常會對水直接影響最大的是 就是在除福塑螺的部分 除福塑螺的時候那個用藥就會讓河裡面的蟲也死掉 那因為友善小農的田區面積越多呢 使用福塑螺用藥的部分呢當然就會減少 所以從水溝裡面的每一年到了要噴福塑螺用藥的那個季節 從水溝看到史拉的數量 這幾年是有在減少的 宜蘭的圓山就是號稱水的故鄉來講 反正大家都很標榜水質清澈啊 湧泉很多啊 這些你自己也是會覺得很驕傲的部分嗎 圓山鄉的湧泉是值得驕傲的 但是也令人感傷的 深溝水源生態園區 因為它在日本時代就已經化設了23公頃的土地 那它的水井都設在水的末端 那等於它的上游有23公頃的土地 幫忙它做過濾的動作 那些天然地層過濾 然後這一片成為原始林之後 植物也可以做進化水質的功能 所以這裡面的湧泉基本上都還沒有問題 可是圓山鄉我相信大部分 我們有很多鄉親屬的 以前都是吃增加水 不管是農股煎還是餐煎 要用豐富的餐煙還是自己的餐煙出來 很多過去都是用這個增加水 用豐富的餐煙 我們家裡有水更 我做小孩也是這樣 都是吃地下水 但是現在還有人吃地下水嗎 我所理解 附近圓山鄉裡面差不多沒有人在吃增加水 所有的 附近有餐煎的也都沒有叫餐煎煎的水上來吃 為什麼 因為餐煎在地下門上來 我們的土地這麼大的面積 常常有人在轉地下水 常常有人在轉農油 這些水是不是 農油水 水是不是 塞在土地 是不是去污染到我們家的地下水 大家都會怕 所以土地下水變成沒人敢吃 土地下水拿來衝 拿來沖邊塑 拿來洗衣 但是要洗米的時候都用豐富的水 要涼滾水的時候都用豐富的水 哪涼還要涼 這有消毒水的味道 當然我們宜蘭是算最少的 已經吃不算得到消毒水的味道 但是幾乎減減 因為畢竟自來水公司出來的水 有法律規範的問題 它必須要殺菌 所以它一定會有漂白水的味道 一點點 但是呢 為什麼哪涼還要哪吃 啊 在家裡不想到 餐廳的水是怎麼可以吃 所以我說 原山鄉的這個地下水 其實是帶給人一點點感傷的 我們小孩都這樣吃 現在都不在地吃 有感覺這幾年來 污涼有越來越嚴重嗎 就算說沒有也會怕 因為你看得到的 那個人擲地操桌 人擲農油的 還是說上頭在開什麼工廠 你不知道有什麼水 不知道帶什麼東西 在土地要去污涼 我們的地下水源都不知道 我們沒有辦法去確定 我們的地下水是否安全 嗯 但對於抽地下水 對有時候我怎麼印象中 他跟一些什麼做餘溫的啦 或者是大的工廠建案 那個意義不同 這有兩個齁 就是我們在深溝這個地方 他有的這個部分是自然湧出的浮流水 跟深層的地下水是不同 那在海岸邊的在抽的那個是深層的地下水 而且海岸邊的是三角洲 三角洲它整個是沙地 那個沙地你只要把水抽上來 沙子就往下掉 然後就會形成地層下線 在深溝往上這個地方叫做沖積山 沖積山是礫石堆積的地形 那底下呢是石頭堆疊上來的 那石頭堆疊它會有空隙 所以水在底下流 這個叫地表以下的淺層的這個 導浮在地底下流動的水 這個叫浮流水 雖然也是地下水 可是它是在地表流動 它是不斷在流動的 你有QQ的用沒有QQ的用 它都一直流掉去 它流到一個地方它也會溫出來 會變成溝的水 這就是我們這個沖積山那樣 大家也覺得很好玩 不過自己拿來玩 當然是拿來玩 拿來玩 拿來吃 其實都不錯 但是做生到現在不敢拿來吃 這其實是令人覺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很感傷的事情 這也是我們沒有去保護好我們的環境 棲地導致的結果 40年前家家夫婦都在喝的水 現在家家夫那個井還在 那個水還在流 可是不敢喝 比起你當年要回來宜蘭老家 山溝這邊 那時候想到自己的孩子的未來 然後那時候心裡期待的東西 然後自己也運作了10年 關心生態 做了這方面的教育工作 其實當初回來只是因為 當時媽媽腳淚風濕走路 那個時候比較嚴重 一婆一婆的 然後心腸需要有人帶她去看醫生 讓我很想回來 另外一個是小朋友要讀書 然後現在腳好多了 比那個時候好多了 小朋友要讀書 我希望他們在鄉下長大 那個環境比較單純 其他沒有多想 只要想說能活下去就好了 沒有多想 而是回來之後 參與的這些東西 這些環境交易解說等等這些事情 之後才慢慢的就順理成章的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那那個想要改變台灣飲料市場的夢還在做 雖然後來覺得自己能力有限 沒有辦法很快的去達到 可是我覺得我還是一點一滴的在進行 我透過我告訴人家什麼可以怎麼用 什麼可以用 然後讓更多的人去參與這個區塊 讓很多的植物可以變成好喝的飲料 對我今天跟李大哥一碰面 我目前已經喝到了兩種 就從來不會喝過的飲料 而且還會有調色的那個特效表演 比如說那個什麼不知名的花草茶 然後加上檸檬汁之後 整個變成很鮮豔的粉紅色 根本不用色素 看起來就是很 就是色香味都很有看頭的飲料這樣 我們就是希望那個飲料的來源都是健康的 都是天然的 這個回歸到的是李大哥 你自己對植物的那種鍾愛 你說從小 從小阿嬤會叫我去拔藥草 你叫拔藥草你是中藥世家 不是 其實那個年代 我阿嬤在的話一百多歲了嘛 一百一十幾歲了 一百一十六歲 如果在的話 那他們那個年代幾乎每一個人都懂很多的藥草 因為幾乎不找醫生的啦 找醫生要花錢 能不花錢就不花錢 那個年代很多中草藥他們認識 那阿嬤會叫我去拔 怕光阿草啦 拔啼啤啤啤啦 拔很多的藥草 然後他用形容的我去找回來 他說不對 我就再去找 所以從小認識了一些藥草 之後 出社會之後 有時候出去外面看到我就知道這個是什麼 那個是什麼 大家都說 你怎麼那麼厲害 什麼都認識 你簡直可以當植物老師 真的嗎 這不是應該每個人都會的嗎 以為是謀生技能 基本的技能這樣子 我以前不知道這個可以謀生 是後來這幾年才知道 所以你那個對於藥草的認識 從小生活也就是在圓山鄉 這一帶 那些你曾經去過的地方 有藥草的地方 大部分都還在嗎 都在住家附近 但是現在很多已經不見了 幾乎絕跡了 通常會絕跡的原因是什麼 絕跡的原因 一個是被爛踩 就是根本不考慮他還有沒有 就反正他藥就踩了 或者他很珍貴就踩了 像那個白花椰牡丹 或者是白花杜紅 杜紅花開白花的 現在野外幾乎找不到了 然後剃花兵 現在野外幾乎找不到了 你說這個我都不滿啦 不過聽起來聽起來 留著一個印象 除了爛踩 絕跡的還有可能是 還有可能是外來種的侵略 就是像大花前蜂草 它的植株比較高 而且它多年生 然後一覆蓋上去鋪天蓋地 沒有給其他植物喘息的空間 就整個蓋住它 沒有辦法形光合作用 就整個被滅絕掉了 既然李大哥是管水的 管乾淨的水的 那我一定要問說 天理可不可以尿尿這件事情 一定要聽 一定要聽水專家 的答案啦 請問這個水源達人李大哥 你有沒有 殘的可以尿尿 有一天 殘的不能放肥料 有一天 田裡面不准小鳥飛過大便的時候 田裡就不能尿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哦 OK好 你就是要我逆著 逆著反向思考回來就對了啦 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尿尿不是什麼化學物品 尿尿呢 它同時也是 很多生物所需求的營養來源 所以沒有什麼不行 嗯哼 嗯哼 在深溝村來講 我們聚焦在這個小農村 它現在也就吸引了很多外來的 來住的 或者來觀光的 來好奇 看一看買買東西 晃一晃就走的 嗯哼 你發現這些人的流動 有沒有讓你擔憂的部分的 我覺得還好耶 因為有不一樣的人來 就會有一些刺激 讓更多人去想像可能性 然後會有這麼多的人草過來 會有這麼多的外來人口來這邊 願意來這邊種田等等 都是一種擾動 讓這個層級已久 也需要再轉變的地方 有一些新的營養源過來 營養源 你不怕是污染源是不是 就算帶著一點點污染又何妨 自己本身也要有自盡能力 自我進化能力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很害怕續盡 然後就一味的一直噴消毒劑 然後讓其他更多的生物死亡 我覺得這是很不健康的想法 所以我一直反對 發現登革的時候 就要整個城市噴灑消毒水 我覺得很反對 因為你把所有蚊蟲殺光的青蛙吃什麼 先死掉的都是青蛙 然後蚊蟲可以從其他鄉鎮室再飛過來又殘暖 一下子蚊蟲回來了 可是青蛙要回來要多久 跟在農田裡面噴農藥的意思一樣 你把蚊蟲噴死掉了 然後天敵也全部噴死掉了 然後天敵回來的時間比較慢 蚊蟲回來的時間很快 因為蝴蝶會回來殘暖 一下子蚊蟲又來了 可是你的天敵 它的速度沒那麼快 它飛行能力沒那麼好 很多甲蟲飛行能力沒那麼好 它沒有辦法來幫你抓害蟲了 你就要等待三五年後 這個地方才能回復到 以前沒有用農藥的時候 的蟲的數量是比較少的 現在有用農藥之後 你的田裡面害蟲來的數量是多的 因為一個蝴蝶來產了 假設一千個卵 它就孵化出一千隻蟲 一千隻蟲都會長大 但是過去一樣是生了一千個卵 孵化成小蟲的時候 肉眼還看不太大的時候 已經有五百隻 已經被它的天敵吃掉了 等到蟲長大一點點 我們看到的還不到五百隻 所以你會說 以前的蟲數量沒那麼多 現在蟲數量很多 因為你用農藥 所以現在看到蟲的數量會越多 所以天敵很重要 我們要讓牠們生存 我們才有生存的空間 天敵很重要 要大家公開吃 你只要整晚要吃 早晚自己就沒空吃 不要太燙了 只顧自己這樣不行 李大哥 我覺得你的生活很純粹 感覺穩穩的來 生活還是得這樣過 可是又心很急的那一塊 還是一直在燃燒 熱情是一直都還在 你自己有什麼平衡的方法嗎 我覺得不太需要什麼平衡 因為我只要想到愛我的孩子 我想要我的下一代 然後他們能夠 有我三四十年前小時候生活的環境 那個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大概從接觸這個環境交易這個區塊之後 我有兩個願望一直在我心底 這兩個願望我一直 這一輩子大概不會放掉 會一直致力於這兩個夢想 第一個夢想是 我要研發更多的在地植物 不管它是不是外來種 只要在這個地方很容易種 不太需要用藥的 然後它可以是變成色香味俱全的飲料的來源植物 我會把它變成茶葉 或者變成花草茶的乾燥的原料 讓它可以在飲料店裡面很好利用的 這是我要去研發的 我希望改變台灣的飲料市場 第二個夢想是 我希望台灣各大小勾曲 能夠回到四十年前一樣 各大小勾曲下去跳起來 摸的都有摸 有沒有機會在我友生之前看到 我不知道 但這是我的方向 我必須要朝這個方向去走 能不能做到沒關係 至少我有盡力 我沒有多大夢想 也沒有需要說一定要賺多少錢 但是我相信我只要把這兩個夢想抓住 我大概這輩子也不會太窮 怎麼說不會太窮 這一路走來我已經相當有把握 就是當你願意去分享的時候 你會得到加倍的祝福 從這一路走來 我發現我得到非常多的助力 很多人會覺得感動 會覺得你可不可以 我那邊什麼你可以 他就給我很多的機會 事實上這些年來我的機會不斷 只是你自己也很有取捨對不對 我必須要有所取捨 否則我什麼都接我就誰都得罪 因為哪個都沒做好 因為哪個都沒做好 必須很清楚知道自己能力 有多少做多少事 非常感謝李大哥 我覺得聽你說最後的這兩個願望 少在那邊給我說什麼 不是什麼大夢想 明明就是超級大的夢想 真的嗎 對啊 不過我們希望他能實現 而且我們應該都可以一起參與 一起讓他實現 謝謝 謝謝李大哥 後來再繼續聽你講故事 OK 我一定要練習看的 整集都用台語 OK 我都沒辦法 你是說你的耐性沒辦法 真的聽不到 謝謝李大哥 謝謝 好 本節目沒有固定形式 沒有固定來賓 但是每週六中午十二點 固定播出 網路收聽品質又好有壞 收聽時請享樂操作說明書